今天呢我要来学怎么去做这些玻璃的一些Design 那我们叫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玻璃彩绘 玻璃彩绘 那我们玻璃彩绘可以画很多东西 那是我们今天要画一个时钟 时钟 所以你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彩绘时钟 可是这会不会很难 不会 不会哦 对 你可以很简单 我们一两个小时之后 你就可以带一个时钟回家 只是很容易打破而已 对 但是小心就不会了 好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的 那第一步我们要先画个草稿 这个草稿就是你的构图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画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张纸上 你可以先画 所以纸上画 对 但是我们在画草稿的时候 可能 你要先想说你的时钟 你的时间一点两点三点 你要用哪一种方式来表达 你可以是罗马数字 或者是早餐午餐晚餐 或者是不一定要数字 你要数字也可以 把我们这个时间定出来 那中间会有一个蕊心 我要画一个图案把它遮起来 OK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先想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先画草稿 画完草稿之后 这个笔就是勾这黑色的线条的 那我们先勾完线条再上色 所以如果我再开始勾线条 就是在这边这样子 诶 可是什么颜色 诶 可是什么颜色 诶 对不起 诶 对不起 诶 又干掉了 诶 对不起 我再换一个 诶 OK 好 所以我们第一步我们先想草稿跟构图 其实我本来想着没有特别什么样的感觉 主要是就很多颜色就对了 那其实可以直接画上去还是什么 诶 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画上去 对 你也可以做这样抽象画 都没关系 诶 OK 诶 我想画一个好大的眼睛就对了 诶 很好 可以 诶 对 可以直接画 诶 嗯 那你要细一点你就轻轻的压 这样子比较细的线条 那因为它你画完还没干 你要从左画到右 你是用右手拿嘛 诶 所以你这样画 手才不会弄脏掉 诶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练习 或者是你想用这个练习也没关系 诶 OK 诶 可以直接 对 你可以直接画上去 那如果觉得没把握 你就是先用这个 诶 先画在这边之后 我们用描的 那因为玻璃要轻比较不好轻 它 我如果要轻 我必须要用一些化学药剂 一些 哦 我现在了解了 在这里画是 OK 然后再跟着那个shape 那这样比较好 我反正比较喜欢这样子 好 对 这样子确定不会出错 好 嗯 我要画什么呢 我要画什么呢 嗯 我这样也可以想一个小时 哈哈 不行 这样一个很大的眼睛 瞪着你看很恐怖 等一下 可以是美丽的眼睛 好 那就这样子好了 我喜欢太阳 对 然后太阳 有眼睛 对 好像外星人哦 因为你这样构图很好 因为它的太细的部分不好上色 你这样画这种大块面镜 你待会会很好上颜色 就会比较漂亮 对 OK 诶 你们有没有看过有脸的太阳 管它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太阳 OK 嗯 然后这里好像有个洞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对一下 我们把这个洞画一下 这个洞画 嗯 这个洞就会盖得住 对不对 我们对到时候就是这样穿过来 在装饰中的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想一个图案 想到了 我想到了 诶 等一下 我想 OK 我要画一只船 海啊 因为我喜欢海 然后呢就有一个 有一个人 渔夫 有个渔夫 诶 可是我不会画人 诶 渔夫在钓鱼啊 没关系 渔夫在钓鱼啊 渔夫在钓鱼拿着那个 可以用线条简单 对 对 其实就是那一个 可以画一钓竿这样子 对 那钓竿就是 就是刚好这一条 哦 对 对 这样子 它做在里面 好然后 钓竿可以画长一点 这样子 它有线 然后有一条鱼 嗯 这个 OK 好扯喔 这边还可以画一些浪花的纹路 看你的浪花可以是白色蓝色混在一起 都没关系 哦 嗯 看你自己喜欢怎么样 OK 嗯 嗯 我会画个美女 罗勇 哈哈哈 美人鱼 哈哈哈 美人鱼 OK 那我还是要这个黑色吗 还是可以直接就画上去 如果直接画上去 那个颜色比较会糊掉 哦 它的颜色很容易流动 哦 OK我了解了 所以有黑色线会比较好 OK 它有的是有框的 有的是没框的 没框的部分你会看到比较 不那么干净 其实呢 小朋友如果呢 要怎么画 等一下 嘿那个也可以 对要怎么画才比较圆呢 就直接用这个 我可不可以整个擦掉 我再来一个 哦好 因为我还是要求比较严格一点 对 还是要一个很完美的图案画出来 OK 对 那纸就不是很圆吗 对不对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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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就很黏了 诶 诶 诶 他们平常画那个太阳之神的样子 那个样子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嗯 你是指光芒吗 对 它的光芒可能也许 那那个样子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是这种光芒吗 你指的是这种的吗 对啊 对啊 这样子的 嗯 那可能你光芒是不是想要换这一种 对 那就我们再画 从草稿这边画嘛 嗯 如果你现在直接 我记得好像它有样子 有个脸 有眼睛 可是那眼睛不像我这个这么丑 嗯 对对对 有眼睛那个 可是我忘记那眼睛是怎么样 不是圆形的吗 对 就是像普通那种眼睛 嗯 普通的眼睛啊 对 对 诶 这样子长得好像小羊 哈哈哈哈 好啦 好我自己去发 发明一个 对啊 你自己的太阳 OK 所以是 所以是 大概是这样子 嗯 OK 大概是这样子 OK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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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其实一路画要 要按一下 是才会出来 稍微按一下 嗯 你按不出来 可以在这上面试看看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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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嗯 然后 好 那个水也要这样子好 嗯 你现在可以再描一次 没关系 让它的纹路清楚一点 因为等一下的颜色 可能会盖到它 嗯 嗯 我只是怕我画得很臭 差不多 可以 嗯 这个线条 你再把它描一下 OK 嗯 这边 嗯 那很多人都会 呃用 就是画 用这个 钟吗 嗯 对 他们很喜欢自己画回去的那种 是钟 嗯 那我们现在 有没有说 擦的方式 嗯 如果你希望它厚一点的话 你就是让它 不要 你现在刷比较多 现在它会比较薄 你希望它厚一点就是 嗯 嗯 让它稍微 不要刷那么多次 欸我以前上那个美术课哦 在 在高中的时候都是拿A A加的耶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的 我的画呢 还拿去这个 呃 三门市那个 City Hall 就是它的一个 好像 呃 总统府上的东西了 还拿去那边展览耶 好 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些 觉得蛮 蛮 蛮荣耀的事 好继续 看得出来脆布很多 呃 可能是因为玻璃这个材料 比较陌生 它不是像纸那么好画 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白 因为刚刚有调到一点颜色 嗯 当你在画水彩的时候 那个纸会吸没 所以它比较好去控制颜色 可是玻璃它不会吸 嗯 所以变成它会容易流动 或是说 会有其他的状况 就比较 我们比较不能够控制 柜子像 嗯 越弄越糟 老师有没有看过 小朋友画得真的很漂亮 嗯 也有 有啊 有像一些面美术般的小朋友 他们就 画得非常的有 构图非常好 颜色也都用得很漂亮 嗯 那你会鼓励他们做画家吗 还是 嗯 我当然是希望 越来越多艺术家越好啦 就是有没有看过好像有这个 皮卡索的影子 除了我之外 嗯 呃 台湾小孩子 应该还是有 但是说要到那么的有天分 就是很难找啦 很久才碰得到一个吧 诶 不错啊 感觉是好像火 那个 延伸出去的那个 眼睛呢 眼睛的蓝色 我们现在目前就这种蓝 如果你想要浅蓝色 我们要调一点点白色 让它粉蓝 可是粉蓝色的话 会不透明 嗯 那看你希望是 如果是透明的蓝 是这个比较深的 如果要淡一点的蓝 会变不透明的颜色 嗯 黑色可以最后再补一次 没关系 如果有一点盖到黑色的话 嗯 嗯 嗯 因为这时候黑色还没干 不然再画的时候小心一点 黑色的地方 对 嗯 好啦 好 OK 我们这个地方我待会我们清掉 那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再把它始终装上去 那我们可以先做平中性 那到最后我们再完成这个最后的步骤 嗯 OK 那这个我要做什么呢 好吧 我知道咯 嗯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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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为什么这边会比较不顺 奇怪 我知道了 你如果要让它顺一点 你在画的时候越轻 越容易把它 线条造成你要的去 你太用力的时候 它会 歪掉 会跑掉 所以你就是轻轻的去画那个线条 会比较容易造成你的手 过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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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